好可以看到这辆白色轿车经过十字路口 车上的驾驶就是在车上摇下车窗 对超商内的女大学生做出不雅动作 事情发生在16号中午花莲某学区的一间便利超商 女学生坐在透明玻璃内的用餐区 但有名24岁的正姓男子 开着一辆白色小客车停在超商外摇下车窗 对这名超商内的女大学生做出不雅的动作 让这名女学生吓傻赶紧跟家人联系 家长帮忙报警也通知学校 学生们知道这件事情也都相当震惊 来听一段他们的说法 有听说有这样子的情况吗 有 大概大概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可是他有承犯群叫没有注意 要注意什么样的情况 如果有看到类似要贪知学校 而另外警方接获报案后立刻调约车牌 以车追诊 寻现在七个小时内查获正姓男子 就让嫌犯带回吉安警分局的派出所侦办 正姓男子也坦诚犯刑 全案一公然猥亵罪来侦办 但是现在负责是什么 负责的负责 负责的负责